以斯铁记 第一章 和马代的权贵 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 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 给他们看了许多日 就是一百八十日 这日子满了 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 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研习七日 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 用细麻绳 紫色绳 从银环内细在白玉石柱上 有金银的床榻摆在 红 白 黄 黑玉石的铺石地上 用金器名赐酒 器名各有不同 玉酒甚多 祖显王的后裔 喝酒有力 不准勉强人 银王吩咐宫里的一切承载 让人各随己异 王后瓦什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 也为妇女设摆研习 第七日 亚哈水鲁王饮酒 心中快乐 就吩咐在他面前示例的七个太监 米护曼 彼斯塔 哈波纳 彼格塔 亚巴塔 西达 贾家 请王后瓦什提 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 因为她容貌甚美 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 所以王甚发怒 心如火烧 那时 在王左右常见王面 国中做高位的 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 就是贾士拿 士达 亚马他 塔什斯 米利 马西拿 米姆干 都是达食物的明哲人 暗王的常规 办事必先询问支吏明法的人 王问他们说 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 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 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 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 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 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 说 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 她却不来 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 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 从此必打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王若以为美 就降纸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 永不更改 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 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左将的旨意传遍通国 国度本来广大 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贱 都必尊敬他 王和众首领都以米母干的话为美 王就照着话去行 发诏书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 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 各说本地的方言 第二章 这是以后 雅哈随鲁王的愤怒取习 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 并怎样这样举办他 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 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 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 招聚美貌的处女 到书山城的女院 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习该 给她们当用的香品 王所喜爱的女子 可以立为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以这事为美 就如此行 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 名叫莫迪改 是汴亚敏人 姬氏的曾孙 世美的孙子 雅尔的儿子 从前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 从耶路撒冷卢去 莫迪改也在其内 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 哈大沙 后名以撕铁 因为他没有父母 这女子又容貌 这女子又容貌俊美 他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 王的御址传出 就召聚许多女子到输山城 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 以撕铁也送入王宫 交付膝盖 膝盖喜悦以撕铁就恩待他 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 和他所当得的份 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 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 上好的房屋 以撕铁未曾将籍贯宗族 告诉人 因为莫迪改嘱咐他 不可叫人知道 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 要知道以撕铁平安不平安 并后事如何 众女子赵丽 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墨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满了日期 然后挨次进去见雅哈随鲁王 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 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 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 晚上进去 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 交给掌管飞瓶的太监沙甲 除非王喜爱他 再提名召他 就不再进去见王 莫迪改属属雅比海的女儿 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撕铁 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 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 所派定给他的 他别无所求 但看见以撕铁的都喜悦他 雅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 就是提别月 以撕铁背影入宫见王 王爱以撕铁过于爱众女 他在王眼前蒙宠爱 比众处女更甚 王就把王后的冠冕 带在他头上 立他为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因以撕铁的缘故 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言席 又豁免各省的租税 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 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 以撕铁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 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 因为以撕铁尊莫迪改的命 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当那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比探和提列 恼恨雅哈随鲁王 想要下手害他 莫迪改知道了 就告诉王后以撕铁 以撕铁奉莫迪改的名 报告于王 就查这事果然是实 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 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第三章 这事以后 雅哈随鲁王抬举雅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 使他高升 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承载 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 因为王如此吩咐 唯独莫迪改不跪不败 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 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 他们天天劝他 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 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 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 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败 他就怒气田凶 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 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 就要灭绝雅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 就是莫迪改的本族 雅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 就是尼散月 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 就是撤迁 要定何月何日为急 则定了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 哈曼对雅哈随鲁王说 有一种名散居在王国各省的名中 他们的律力与万民的律力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力 所以荣留他们与王无异 王若以为美 请下旨意灭绝他们 我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 交给掌管国堂的人 纳入王的府库 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 给犹大人的仇敌 雅甲族哈密大他的儿子哈曼 王对哈曼说 正月十三日就照了王的书记来 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奉雅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 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 并各族的首领 又用王的戒指盖印 交给一族传到王的各省 吩咐将犹大人 无论老少妇女孩子 在一日之间 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十三日 全然剪除 杀戮灭绝 并夺他们的财为略物 抄炉这旨意 搬行各省 宣告各族 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 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 执意也传遍书山城 王同哈曼坐下饮酒 书山城的名 却都慌乱 书山城的名 书山城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